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工作始终都会是要求 可能和其他女生一起拍 你的眼睛很没神 不行 要戴 不同合作的单位总会要求你戴 艺人雨桥因为工作关系 经常都要戴彩色隐形眼镜上镜 最长戴了27个钟 曾经戴到眼发炎 当时连近看歌词都觉得蒙 左右只觉得右眼蒙 于是就去看眼科医生 幸好是因为太干 只要滋潤 用一些很滋潤的眼药水 每隔几个钟滴一次 其实很繁衣 但是其实很吓人 因为你没想过不红不痛 没有什么病症 但是视力是差了 就是蒙 好像雨桥戴的彩色隐形眼镜 在市面上的款式层出不窮 有些可以令到瞳孔变色或者放大 甚至可以帮瞳孔加些装饰 这些隐形眼镜通常由两层透明的镜片夹着色素 令到眼球不会接触到色素 但有机会令到镜片增厚 透氧度比起普通的隐形眼镜差 容易令到眼睛缺氧 而且镜片的弧度选择不像普通隐形眼镜那么多 一旦佩戴了和眼睛弧度不相符的彩色隐形眼镜 会阻碍了泪水供养分比眼角膜 如果受到细菌感染的时候 最初眼睛是红的 开始蒙 在角膜会有陷龙和溃养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情况来说 就需要见一个专科医生去医治 去到用眼药水去医治抗生素 就算医治了的时候 细菌都杀死了 不再活跃的时候 但是也有可能在角膜会有疤痕 这个疤痕会导致永久性的视力损害 甚至可能要换眼角膜手术才能治愈 美国有一个大型研究 其实有戴这些装饰隐形眼镜 可能比普通人角膜受感染的倍数增加16倍 甚至在这些人来说 有六成的人可能受到永久性的视力损失 目前法例将隐形眼镜当作一般的消费品来监管 制造商、进口商和供应商 有责任确保产品达到合理的安全程度 但产品的质量没有清晰的规管 这里是少女烟门救密商场旺角中心 有不少商户售卖彩色隐形眼镜 除了有原装一整合 亦有一对一对散装出售 没有需要腌眼就可以买 这个弧度是否有弧度分的 是8点6对的了 你才是弧度对的 是吗 即是这样看都对的 是弧度对的 这个 哦 部分隐形眼镜由台湾以及东南亚引入 这些地区生产的彩色隐形眼镜 质素成疑 台湾和内地不时都揭发有不良的生产商 为了折省成本 将色素直接涂在镜片内 很容易就会脱色 雨桥都有类似的经历 最惊心动拍就是以前 因为可能追一些日本明星款 雜质款 那些镜片其实是否真的 哪里来的 你又不知道 总之几百元带一年 其实便宜得很恐怖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 亦都试过就是 戴完锤下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了一块颜色 那你就不知道那一块颜色 究竟去了哪 很明显可能脱了在你的眼中 其实是很恐怖的事 它们的制造过程我们不清楚 在很多我们带开的大牌子的隐形眼镜 可能它是一些认可的机构去监管过 制造过程 例如美国的食物及药物控制局 坊间在格子铺 买到那些装饰隐形眼镜 它未必是受认可的机构去监管过 在制造过程当中 所以很多我们的规格 我们都不会知道 那我们首先 拿电脑检查 各眼睛各近视散光度数 和各摩用度 要选够戴得舒适 又不选害眼睛健康的隐形眼镜 医生建议在购买之前 一定要找视光师做详细的检查 通常如果配戴隐形眼镜 有专业的人士 就帮你去量度的弧度 眼的弧度 接着它就会找合适弧度的隐形眼镜 给你去配戴 而且它配戴隐形眼镜 之前它还会帮你检查 你眼角膜的健康状态 之前看有没有血管增生 去看清楚你是否一个 或者眼干症 或者角膜表皮容易受伤 有没有表皮病症 它检查过 看到你是适合戴隐形眼镜 才会被你戴 左手的食指 戴上眼皮 而首次配戴隐形眼镜的人士 亦都需要请教视光师 正确的配戴方法 以及清洁隐形眼镜的步骤 请不吝点赞